我們家是這樣 如果吃得很飽了 我們就不提供水果了 不提供 今天沒有水果 今天已經很飽了 對 已經飽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 對 我們在兩餐中間 其實會給水果 那過去也有一些人就說 兩餐中間吃水果 在餐前吃水果是補充維生素 餐後吃水果是補充纖維素 那有時候有一些餐後的水果 譬如說像缺鐵的 那你如果吃了牛排 那你餐後馬上吃一點 維生素C高的水果 其實是有助於它的吸收 所以還是要懂得搭配 對 順便補充一下 所以剛才說 其實我們這種水果裡面的 維生素礦物質 其實你飯前吃跟飯後吃 影響不大 可是但是如果你有含有 纖維素的東西的話 又是可溶性的纖維素 如果你先飯前吃的話 它會膨脹之後 其實你那一餐 會趁著吃得比較少 就比較先站住 對 先站住 對 因為它水溶性維生素 一下去之後 其實像那種芭樂裡面 它有很多那種果膠 其實蘋果裡面有很多果膠 那種果膠 魚到水的時候它會膨脹 膨脹你就會奇怪 你明明只吃半顆 怎麼那種感覺蠻飽的 那再吃一點點 就達到七八分飽 緊接著之後 你就飽足感到了 就不會吃那麼多 但是剛剛講到這種酸 湯老師 單瓶酸比較高的水果 我們要注意 其實它有的建議是 不要跟蛋白質一起吃 它就說容易結合 其實它也會阻礙 鈣鐵的吸收 所以你如果看你缺乏 那也不要再擔心 柿子跟螃蟹 不要擔心 或者是什麼蝦子跟水果 一起吃會中毒 其實這個都不大會 不要太緊張 那只是消化比較差 那什麼是單磷酸比較高的 其實單磷酸跟 你如果把單磷酸水果 跟蛋白質像螃蟹 為什麼 因為這兩種東西 都是在秋天的東西 所以他們兩個遇到比例很高 那早期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吃完之後 大量吃完之後會覺得肚子痛 那確實它會 如果真的吃太多 會有在蛋白質會結塊 但是基本上你只要蛋白質遇到酸的 它也會結塊 你只要在牛奶裡面加檸檬汁 它也會結塊 所以其實你只要 不要太過量 然後你腸胃蠕動都是正常的 其實它就會消化掉 因為我們有胃酸 所以它其實會消化掉 所以沒有那麼嚴重 都可以吃 所以其實還好 重點是 柿子你只能吃一個 我常說柿子基本上你的量 就像一個拳頭的大 因為很多人是因為 它柿子吃太多 那就是一顆嘛 對 一顆 柿子吃太多 不要吃那個 不吃螃蟹它也會 也會結塊 也不舒服 真的喔 真的 因為吃太多了 這是不難消化 可是現在甜蜜好好吃 真的喔 我現在的柿子好大 一個怎麼多 真的有時候一切 我真的很容易吃一顆多 是啊 好 所以這個我們要稍微 適量其次 再來下面一個 好 來看下面這個題目 也是和吃水果有關的 想要改善金錢症候群的壞脾氣 還有改善自己的膚質 選擇哪一種水果最好呢 一是櫻桃 二是草莓 三是葡萄 一一三 草莓 大家認為沒有用 來 志祐姐 只有妳葡萄 我選葡萄 因為第一 因為櫻桃我吃了每次都上火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櫻桃 那草莓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 那我一年四季都會有來MC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選擇葡萄 葡萄一年四季都有 葡萄幾乎都有 而且 現在都有啊 對啊 而且它的花青素 它的多酚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啦 所以妳常吃 我常吃葡萄 有用嗎 有感覺嗎 沒有嗎 你沒有吃這吃飯的嗎 有 有 品氣這麼好啊 是不是 來 小空 我覺得是櫻桃 因為莓果類跟櫻桃 它的那個鐵質含量比較高 我覺得對女生會比較好 之外以型補型的一個概念來講的話 這三個水果的顏色來講 櫻桃它的顏色是 最深的紅色 對 所以應該要選擇的是櫻桃 我之前懷孕的時候 就有很多長輩跟我說要吃櫻桃 因為補血是吧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好像可以補 鐵補血這樣子 然後而且還比較貴 對 這種感覺壞一點 好像特別有用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感覺櫻桃就是好東西 所以我覺得要是 如果是跟月經有關的話 當然就是選櫻桃 而且依依的皮膚還小困 因為一直都很好嘛 就是吃櫻桃嘛 對 是佑姐 我怎麼不在意姐姐 我不能吃花青樹葡萄嗎 妳也很好 你看 吃完整個人跟葡萄一樣好 所以是圓的嗎 真的 這樣就比較安慰到我嗎 有光澤 怎麼有點潔發 潔發了 來 答案是草莓 草莓 沒有人選耶 三道題目你們都共骨兩筆 而且草莓只有一點點的季節 對 所以因為剛好現在秋冬開始有點 冬天開始要有草莓了 但是這一題題目其實出的 非常有學問 為什麼呢 有出外的學問 自己要稱讚自己一下 很少看到營養師會 一到一天講自己很好 對 很有學問 因為這一題其實很多人在問說 如果說要補鐵有沒有 剛剛一直大家一直強調 覺得好像驚奇啊 來的時候要補鐵啦 會漂亮 那確實我們的血紅素 確實主要的成分是 我們蛋白質跟鐵的部分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很多人見色 就深色以為就是 見色就忘油 就以為是有鐵 就剛剛你說以形不形 你會覺得櫻桃黑黑的 你就覺得它含鐵量很高 你就覺得蘋果好像也是 大家也覺得吃蘋果 也是以為含鐵量很高 那事實上櫻桃其實含鐵量很低 然後 對 都一般中間而已 蘋果也是含鐵量很低的 那櫻桃到底 我這麼貴我是吃什麼東西 花青素 對 是吃它花青素 所以是吃蘋果也有花青素 但是因為今天的題目又講了一個 這題目出得好 就是因為它又出了一個壞脾氣 第二次 不是 因為這真的是 壞脾氣就是我們壓力大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真的進起來的時候 你會想要走起來 然後脾氣不好 然後壓力大 然後甚至於皮膚就會開始不好 這時候你需要是 大量的維生素C 所以這一題其實你要選擇 是維生素C高的水果 好 那這三個裡面的維生素C 同樣重量下 100克的話 草莓達到69毫克的維生素C 那我們一天需要100毫克 它就佔了一半以上囉 那如果100克的所謂的 櫻桃的話 大概只有10.7毫克的維生素C 好少喔 要吃很多 然後如果是葡萄的話 我們一般現在大概是買到 現在大概是美國的那種 葡萄 還有無辜葡萄 大概只有 1.6毫克的維生素C 1.6而已喔 超少耶 如果葡萄我們要吃到一天的量 大概要吃多少顆啊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個 還滿有趣的比法啦 但是我們沒有要打 打擊櫻桃或葡萄 我們先講 我們是因為針對這個題目 好 所以針對經期來說 如果壓力太大的話 草莓10顆 我剛剛提到它的維生素C 是69毫克對不對 那你要換算成櫻桃 要吃幾顆才可以等於 剛剛那個維生素C的量呢 我們的量要達到 70顆喔 對 一顆草莓底吃一顆櫻桃喔 對 好傷的高喔 以維生素C來比的話 所以你看喔 不是每個水果都維生素C高喔 可是草莓是小的 還是現在那種去無霸 小的 小的維生素C就很高 小小的那種喔 對 小小的 如果大草莓不就大概5 6顆就夠了喔 對 真的 天啊 然後另外呢 像葡萄的話 因為今天這邊是分析的是 無子葡萄 對 那要吃到340顆了 什麼 不可能一天吃到這麼大量的 我還有比較過台灣的葡萄 那大概也都是在1.多毫克的維生素C而已 所以其實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達到養顏美容 然後又要脾氣好 然後放鬆壓力的話 其實你應該選擇的是草莓 然後另外這邊還有其他的選擇 我倒是建議大家也可以 草莓季節我們要吃什麼 對 不是草莓季節的話呢 其實剛剛這邊像巴勒啦 還有剛剛提到小番茄又來了 又是小番茄 又是小番茄 小番茄每個都有她 她會做 應該想當女主角 對 她又要減肥滿好的 然後奇異果 木瓜也有啊 木瓜 然後草莓 這個是前5名就是維生素C高的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以做選擇 所以姿佑姊的脾氣這麼好 是因為吃木瓜啦 是 對 她不覺得結構不好 就會吃木瓜 沒有 她明天開始就種草莓了 她種一窩的草莓好吃 很吃力 看來會更好一點 我要想問 葡萄淺色跟深色有差嗎 淺色 深色 如果以花青素來看的話 確實深一點 紫一點的話 像我們一般台灣的那種葡萄 它的花青素含量還滿高的 但是如果以所謂的甜度 還有剛剛提到的維生素C 還有膳食纖維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這樣 青的跟紫的一樣 差不多啦 差不多 那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有很多長輩都會說什麼 有些水果是良性的 有的人懷孕的時候都不能吃 對 或者懷孕就連驚奇來說也都不能吃 什麼瓜類的那些的 所以我也想問問看王醫師就是 是不是真的這些良性的水果 驚奇來的時候不要吃對不對 對 其實一般我們水果會分作造性跟良性 最主要原因是以前的水果 你只要認為比較那種甜膩的東西 都認為它比較造 因為你喝完之後你要喝水嘛 那如果吃完之後它比較甜淡的話 就是它比較良性 其實基本上我們其實沒有這樣很大的分別 那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吃的量都還在控制之下 基本上這個影響都不大 我們是怕說你吃過量 然後其實你說那個涼餡的東西 瓜類 夏天的瓜類如果你吃太多 其實很多人腸胃就會不適合 那重點是你吃太多啦 因為你腸胃本來就沒有辦法 負荷那麼多的東西 我再舉個例子 大家知道粽子很好吃 可是你吃一個粽子沒事啊 可是如果你是吃三個粽子 但沒有人消化得了嘛 那重點是你就不應該吃那麼多的東西 你的量自己要做控制 這才是種子 所以還是可以吃就對了 百無盡氣 但是我稍微補充一下 在我們之前後來發現 在有一些水果 中醫講說燥對不對 那其實對於營養學上面的話 倒是有三種水果 它確實會是過量容易誘發發炎反應